被誉为是环保议员的 单轮武亚区州议员郑宇舟 两年前被冰岛秃头山地主 起诉的诽谤案 冰城高庭今天终于做出了判决 判控方也就是湖内山地主 General Accomprishman 自然有限公司董事成国平败诉 同时需承担3万令吉的糖费 郑宇舟文判后激动地表示 郑宇舟赢了 这个环境被破坏的案子 不然打了两年 但是它是将来 人民在公益上环境的宣利 很多时候资本主义 贸欺亚环境 这个案子我们有很好的 这个内容来让大家学习 正义赢了 我们兴起谢天谢地 我们也提醒大家 环境不可趋 州政府商举好事为之 郑宇舟是在2014年1月1号 召开记者会举行落发 抗议非法开发 他之后被地主成国平 陆炳高庭 起诉为发表诽谤性言论 导致公司生育及生意被破坏 而要求郑宇舟道歉 及做出名誉损失赔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